咱们今天解读建筑房顶的部分 房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单一单调的 但现在建筑师呢 描上了盯上了房顶的部分 探索房顶的各种可能性 这是丹麦哥本哈根停车场的房顶 我们看上面设计了什么呢 游乐园 红色的楼梯啊 吸引着人 到达房顶一探究竟 现在我们再来看 自由的田田圈跑道 这是哪里呢 是日本的藤幼儿园 还获得国际建筑奖 好像是一个家大号的田田圈 记住日本的藤幼儿园 那为什么有什么特别呢 这是因为他们有双层的 但是你不要怕 它是有栏杆的 那它是有栏杆的 孩子们也可以到上面去玩 探索可能性 它是双层椭圆结构的 上面是孩子们活动的空间 可以在上面跑步 有栏杆很安全 它是怎么下去的呢 这就妙了 它有楼梯上去下来 但是它也可以直接坐滑梯下来 是不是很有意思 下面你看有沙坑也很安全 所以房顶是未来一个探索设计的地方 要探索发展出各种的可能性 解读建筑 咱们今天就学习到这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